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含有复数的四则混合运算 狐狸猫 我想先邀请你来算算下面这道有趣的数学题哦 我们要帮下面四个数字填上运算符号 使得它们的运算结果为24 哦 狐狸猫很快的就给出答案咯 同学们 你们觉得正确吗 答案选A 我们先算括号里面的值 1除以5是五分之一 那5再减掉五分之一是五分之二十四 所以就是5乘以五分之二十四 等于24 狐狸猫你的答案是对的耶 在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运用了小学学过的正数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 里面的运算规则 简称为四则运算 但是上了国中之后 我们学了含有复数的加减乘除 同样也可以把小学学过的这个运算规则 运用到含有复数的四则运算当中 第一条 先乘除后加减 第二条 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哦 而括号的顺序依序为小括号中括号 第三条 如果是同一级别的 就要从左到右进行运算哦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题目 来了解四则运算的运算步骤 以及其中一些应该注意 以及容易犯错的点哦 我们先来看第一小题 这个题目当中有乘除和加减 哇 四个运算符号都齐全了 我们根据先乘除后加减的顺序进行运算 先算乘除 负18除以6 确认商的性质符号是负的 数字部分得到3 所以答案是负3 负3再乘以负2 确认基的性质符号是正 那数字部分就是3乘以2得6 答案是6 接着来算这三个数的加减吧 加减是同一个级别的 所以从左到右运算 答案是负31 请你也来练习题看看吧 答案是117哦 先观察一下这个式子里的运算符号 有乘除也有加减 我们依据先乘除后加减的顺序进行运算 得到12 减括号负98加7 等于12加98加7 再从左到右进行运算 最后算出来的答案是117 我们再来看一题含有绝对值的四则运算哦 那碰到式子当中有绝对值的话 要先做绝对值里面的运算 这个题目有两个部分都要先算 一个是负96除以6 另一个则是绝对值里面的负98加100 那算出来是这样 2的绝对值是2 得到负16减2乘以2 那这时我们要先算2乘以2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负20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运算规则中再加一条 有绝对值的时候 要先做绝对值内的运算哦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吧 含有括号的四则运算 这里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还有小括号和中括号耶 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运算规则 有括号的要先算 而且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哦 5减7是负2 再算中括号当中的 负14乘以负2等于28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式子啊 按照先乘除后加减的顺序 这两个数相除等于2 再减掉16就是负14 所以呢我们遇到像上面这种 比较复杂的四则运算的式子啊 其实你只要按照运算规则 仔细一点耐心一点 并且在解题过程当中 熟练你的计算技巧 最后提醒你要注意 乘除是同级别的运算 加和减也是同级别的运算哦 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运算规则和技巧了吗 要学好这一节课的内容 还需要你课后多多练习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